古语 好语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 春语给农作物的生长 带来了充足的水分 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 和语相关的节气 古语 古语 古语在每年的4月19到4月21日期间 是24节期中的第六个 俗话说 清明断雪 古语断霜 古语的到来 意味着我们暂时告别了寒冷的天气 北方地区的桃花杏花纷纷开放 阳续柳续也四处飘扬 而此时的南方地区 阳花落尽紫龟蹄 杜鹃叶蹄 牡丹土蕊 樱桃红熟 古代将古语分为三后 一后平时生 二后明秋扶起雨 三后代任降雨丧 意思是古语过后雨水开始增多 扶平开始生长 不古鸟叫着提醒人们 该到田里播种了 带圣鸟落在桑树上 代表着蚕宝宝开始生长了 古语是雨生白骨的意思 但是关于古语的由来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传说 说苍结造字 为人类做出了大贡献 玉皇大帝想好好赏赐它 但苍结拒绝了赏赐 只求老天爷保佑人间五股丰登 于是上天给人间降了一场古语 古语这一天 民间有很多风俗活动 在这一天 山东沿海有寄海的活动 医民们会抬着寄品到海边 敲锣打鼓 燃放鞭炮 祈求海神娘娘保佑自己 出海平安 雨下丰收 南方地区有古语采茶的习俗 明代许次书在《茶书》中说 清明太早 立下太迟 古语前后 其时适中 这是说 清明采的茶有些早 气味不足 立下采的茶有些晚 口感又不太好 古语采的茶正当时候 这时候的茶叶 色泽脆翠绿 叶质柔软 被称为雨前茶 据说古语这天采的茶 喝了能够清火 辟邪 明目 根据玉扬房的宫廷生活记录记载 古人在古语这一天 有吃香春的习俗 也称为吃春 北京有句老话说 雨前春芽嫩无比 雨后春芽生木体 意思是 古语前后是吃香春的最佳时机 再往后 香春就老了 不好吃了 所以 大家在古语时节 不妨也做一道香春菜 去尝尝鲜吧 在养生方面 古语时候 降水量加大 空气湿度变大 湿气侵入身体 是神经痛的发病期 这时候 我们可以按摩身体的阴灵全血 这个穴位 位于我们膝盖下方 颈骨内侧的凹陷处 每次按摩六十次 早晚一次 赶到酸胀为止 这能非常有效地 去除我们身体内的湿气 另外 古语这个时节 空气中的花粉柳絮较多 有花粉症 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哮喘的朋友们 要注意了 一定要远离过敏原 并且在饮食上 减少高蛋白 高热量食物的摄入 古语也是 门虫泛滥的时候 这时候 小伙伴们 尽量穿长衣长裤 喷洒驱蚊药水 以免被叮咬 古语是春天的 最后一个节气 古语一过 就到了夏天 让我们手牵手 一起走过春季的 最后一个节气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